桃園西議員,給你一分鐘說一說 主席 我先講第一個,我是新的這個 這個叫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4條 他這裏是講語文的 他說,前面那句我不需要講,因為他是講發言的時候的語文 但是跟著那句呢,他就這樣講 他說委員會的所有文件,就是均以中英文制備 換句話說,如果有些是有中文或是沒有英文 有英文沒有中文,就不符合這個會議常規 除非主席認為不符合這個會議常規是OK的 我指出有一份有幾份的會議文件 為什麼我這樣講?因為 第一,如果要避制將來的,我現在已經準備了一些東西 我的法律顧問就只懂得看英文的,不好意思啊,對不起 但是呢,譬如我現在讀出那個號碼 就是FC11113至1402號文件 好,我明白了,到這裏為止 我簡單的答覆,也跟著進入剛才程序 這類的規程問題,我稍後如果再發覺不是急迫性的 如果是屬於一些資料性的,要補充的等等 我請秘書會分別和你們收集 如果在繼續進行當中再有其他規程問題,我會稍後再接受 我已經再作了一次重申 就是我不會容許用規程問題來繼續打擾會議的進程 下一位,我請梁家傑議員發言 三分鐘